HELLO 大家好 我是總結 今天我們會出來訓練 那今天我們來到了院裡這裡 來這邊稍微訓一下 這一場之前我們有打過那個 時代的眼淚 K66那一顆 那個時候好像我們出的其實也蠻順的對不對 好像只有一顆稍微小虧了一點 但是後面其實都出蠻順的 因為那個爪力超強 那個是以前我們在兩三年前三四年前 打台不會有那樣子的爪力 K66這樣子抓著這樣扶著過去 以前都是這樣翻啊翻啊 好那我們這次來這場稍微再小打一下 因為我們來到這場發現了 那個也是應該在K66 K5S之前 小海螺 K88 那個時候風靡一時的商品 我們再來這一場又發現了 那我們去打一下那一台看看 好 小海螺 用彈的耶 它過去了 我把這個洞封起來 這個洞不能回去 哇 沒關係 我覺得這個有可能會過 因為它 下面雖然它有兩個尺 但是它下面那個是當半很低 有可能勾一下翻一下就過了 先擋 一定要擋這個必須擋 而且它以一般爪來講 它爪力開很小 嗯 有辦法這樣子浮起來這樣子彈 中 還是把這個捏上去 哦 也行也行 也是可以啦 還是可以 雖然它下爪是慢的 但下爪慢的不會慢到抓不到 還抓得到 還抓得到 上 好 可以可以 那這個呢 要怎麼帶過去 挑個爪位 哦 沒中 還是拖一下就好 可是我爸拖到 噗噗 又回來了 哦 最怕就是這個啦 推 好 過 哎 那個洞絕對要補起來 不然這個海螺 危險 而且加上它前面那兩顆 後面有斜坡哦 嗯 然後它整個是斜洞口的 哦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有可能 丟上去 它斜的不讓你 出來 直接滾出來 有了 好來 完美 應該是回不去了吧 哎 不是你 你的斜坡呢 哇靠 我剛剛就過了呢 對啊 我就說這樣子過啊 因為那個擋板很低啊 有過了 有過了 高一下 漂亮 看它是不是真的是 哎 K88 K88是什麼 K88就是小海螺 因為怕拿到這個 可能是大牛 可能是 很多有的沒有的 K88就是 真的是時代的眼淚 真正時代眼淚 那等一下打開 不是K88 一定是啦 懷念的型號 還有一顆 勾到就出 對啊 勾到 應該是回不去啦 來 中間也過 中間也可以過 來過 來過 過了 過了 捏 過 打住 嘿 很好 再勾一下 勾 OK 這麼輕鬆哦 對啊 為什麼這兩顆 出太快了吧 K88 你知道以前我們打出小海螺 那個 心情是怎麼樣嗎 是一種很緊張 很刺激 然後打出來那一刻 你會真的爽到一個翻掉 結果沒想到現在 有沒有 嗯 哦 就兩顆就出了 它那個洞 只要你一個彈對了 就過 來 對不對 差點對了 而且它後面有個斜坡 所以真的很有機會 直接自殺 哎呦 沒過 歪了 嗯 你看它這個一般爪子比較小 進去會比較剛好 沒關係沒關係 越後面越好 它衝的力道更大 錄了 錄不了耶 沒有 因為真的會比較剛好 因為這隻一般爪 爪心 是真的很剛好 對方盒來講 中 來 彈 哎 哎 它連 橫著都會過耶 那我這一個拖過來好了 哎 嗯 剛剛的檔位現在在上面軟 它現在用不到了 這個走開啦 還是要把它打出來 打出來也可以啦 一 二 來 一 二 哎呦 來了 打住了 來哦 抽一下 抽一下 過 抽一下 過 哈哈哈哈 我覺得方盒充45度比較好出問題 45度嗎 不能動啊 來 充一下 來 充一次 錄了錄了 這個 是這樣嗎 嘿 這太多啊 對啊 來 充一顆給你看 哎 沒有 這個 你45度角比較窄 它那邊比較寬 對 而且寬蠻多的 可以薄 好 不行啦 來全包全包 一 也太多了啦 哇 我們要衝出來的呢 嘿嘿 有沒有 嘿嘿 下跪 中 來 來 來哦 見證奇蹟的時刻 讓你看什麼又衝過去 衝去哪 沒有呢 不 我就不信 我覺得要衝一顆 來 嘿嘿 彈 拜託 衝一顆過去就好了 中 嘿嘿 彈 哇 這是勒 這一顆要走開 這一顆要走 中 先求中 先求中 彈 他有辦法推嗎 推哦 沒有在想能不能甩到後面勾他的那個卡承 來來來 來來來 放 放 後螃螃螃 後螃螃螃 後螃螃放 後螃螃放 這顆什麼啊 根本就沒有彈出來 MHU829 NO 真的 我跟你講這個彈跳台的概念一樣 越少顆越好彈 我一定要證實我的說法是對的 那顆就挖不到 誰說挖不到 誰說挖不到 你看 那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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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到 好吧 我猜你了 是不是從那個洞過了 那是你那是吐到 不管啊 驗證我的說法是從那個洞過的就 就對了 來呢 來呢 一樣啊 這樣子勾啊 他現在是最好的彈跳台台面了 不信你自己看哦 1 2 彈 沒有 不然我們用這顆去彈嗎 撞到他的卡層也會出啊 真的啦 他絕對會過的 我覺得就是運氣問題 1 2 這個是 來 中 來我們再彈一下這一個 中 來哦 1 2 彈 哇 沒過 就要等它從右邊出 也不是沒有可能哦 很有可能 但是他右邊這一個縫很明顯 比前面那個小 因為他有兩個尺 是嗎 有兩個尺 哦 我這個角度看上去我不知道有兩個尺 中 來哦 怎麼都沒有想要彈出來的FU 又看到沒有 卡層要出來了哦 哎我知道了 哎沒中 咦咦 碰碰 哎 難講哦 這一下 哦 怎麼都沒有 都沒有聽話耶 聽一次嘛 1 2 來這一個 好 彈後面 嗯彈後面 來囉 見證奇蹟的時刻 直上直下 來 直上直下 來 他不是彈出來的 驗證我的說法 是不是從這邊就過去了 對嘛 你在彈啊 來啊來啊 我跟你講真的是哦 真的哦 越少刻越好彈 不一定我這樣一發入魂哦 有時候這個就運氣運氣哦 來 來 運發入魂 沒了 好我再小彈個幾次 不相信我 打近 算了算了 來 算了算了 來 你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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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絕對要驗證 我們的說法是對的 你看是不是 就是會過嘛 現在其實還是有機會哦 好 好 這個是什麼 MH300 沒看過 沒看過 彈 喔 這有過嗎 有過但是 它的怎麼講 你要讓它完全過的話 甩打 它下爪偏慢 可能會很難甩打不然它的那個 寬式已經過了 甩打甩撥 還是我甩看看 可以嗎 來 推下去 因為它的寬式真的也過了 它的頭過身就過了 退 勾到了 繼續彈 這一台根本就是個彈跳台 這一個目前最尷尬 但是其實它重歸重 如果它彈在後面那些 那個怎麼講 那個台主的那個 那個盾 後面有盾 彈到它一樣會往洞口噴 來 看 彈跳台啊 標準台的彈跳台 沒玩過吧 哈哈 這台不一定可以輕台喔 因為說真的 這個如果用彈跳台的概念 真的是越少顆越好彈 彈 這個太重了 欸 重彈力更強喔 而且它下面是保麗龍 它不是那種網狀的 好 來 我們先考量一下要彈哪一個 應該也只能這一個了吧 這一顆 金獅子 不是金獅子 那個老虎 虎年型大運的那個 M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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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過的東西都 我都會忘記 嗯 好了 來 這個空間給你彈 欸 夠了啦 而且它的卡層不是那個盾很深嗎 嗯 如果像剛剛那一顆一樣 勾的就過了 來 這個 這個點給你彈 啊 沒走力了 啊對 打這一台還要考量 爪力問題 因為畢竟是一般爪 我們那時候拿M5不是不中嗎 不中 對啊不中啊 它剛剛這樣子有點脫鉤 就有點擔心了喔 來 中 起 來了 它感覺很想脫耶 對啊 來 起 欸 爪力快沒了 對啊 這一台 快沒了 來 1 2 中 來 彈去右邊 那現在呢 再彈一下這一顆 欸 進去了 對啊 但沒關係它很容易出來 彈 好來 這個空間給你 中 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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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喔 來 彈 喔 過了 欸 它那個盾是不是 不知道 這我就不太知道了耶 沒關係 再彈一下 彈 喔 喔 可以彈後面那一顆 對用彈的就好了 但是我是不是要把東西稍微彈過來一點 你看這樣子隨便都可以進了 剛剛你想出耶 對啊 還是這一個會脫鉤 這一個喔 對啊 剛剛夾這一個有一直都想要脫的感覺啦 哇 在邊呢 來 彈 對 對 對 頂竿 它要內丟然後蹦蹦蹦蹦蹦蹦蹦 好 後面的 來了 就靠你囉 好 看來你自己 起 你怎麼讓它弄平了 但是我是不是勾一下就過了 是嗎 欸 用撞的比較穩 好用撞的 欸 欸 欸 喔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就這樣子正常蹲 它只要吃起來就出了 欸 欸 來了來了它過半了過半了 來喔兄弟們 兄弟們 兄弟們 是時候該集合啦 來集合 集合 集合 差點從中間 起來彈 差不多了 等一下這個 中 這個給我出來喔 來 見證奇蹟的時刻 直接從角落 噴出來 根本沒有 沒有 沒有現在才是最彈的點 它現在是真的是斜坡了 來喔 看好喔 眼睛不要膩喔 來 它為什麼不要這樣抖 其實我都每次看到彈跳台 彈出來那一刻真的很爽 來 來了來了 來了 運氣壞 真的彈跳真的是一個運氣運氣 角度對了就是飛過去了 彈 中 一 你彈一彈運氣 我們的最後一顆 中 彈 就那一顆 剛 擋住 剛剛 那個角度 起來脫鉤 哎呀 中了中了 它脫鉤噴裡面 一 一二 我先把這個彈出來 中 彈 這兩個不分開就是不分開啦 也沒有到死位啦 甩還是甩得到 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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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先外丟 傻眼 這傻鬼 來來來 把它丟最後一次 好啦 你看開它 來 就這一個了 結果最重都出來了 對啊 傻眼 讓我一次嘛 就從那個45度衝過去那個感覺 就是它那個感覺而已 我有衝過 哪有 什麼時候 高雄啊 45度衝過去 嗯 什麼時候 你是說那個吧 那個巡夢的時候吧 好像 對啊 來 沒了啦 好 最後10塊 來了沒了沒了 不坦了不坦了 我們整齣快探光了 路 來 最後一下 就是這一下 好 算了 好啦 但是我們整齣真的彈得蠻爽的 你看 一堆 最後那一個是真的有點意外 好不容易吃到 然後又加上它又卡線 整個咬的 噢 這一齣 滿滿的出貨感 這一齣 我們總共打了六個方耳 還有兩個海螺 十代的眼淚 K88 真的是K88 最古老的那個型號 還有一個 這個就不知道了 莫名的東西 那我們這次呢 這一台真的是蠻意外的 我們也是看到它三個洞 它其實它三個洞都會過 尤其是最左邊那個洞 最左邊那個洞 真的是很大 連寬的都可以過去 寬的過去之餘 它還有大概一到兩公分的距離 然後最主要是兩顆時代的眼淚 好 那我們這次呢 抽獎要抽什麼呢 抽時代的眼淚好了 如果你是近期或是近一年才入坑的 之類的 你是比較新的那種夾克 可能你就沒有經歷過這一顆 因為這一顆是真的 那個時候在三年前 四年前 尤其是四年前的時候吧 這一顆真的是夯到一個 大街小巷所有的娃娃機 都在擺這一顆 而且那個時候大家也封打這一顆 它有溜滑梯 對 那個時候這一顆出完之後 然後開始陸陸續續 大家一直出很多娃娃機的新玩法 溜滑梯 用勾的怎麼樣怎麼樣的 真的很多越來越多 就是從那個時候 這個商品時期開始之後 就越來越多創新的東西 這一顆就是娃娃機的起源之一 啟蒙之一 好 那我們這次呢 就抽這一顆 小海螺金罐K88送給大家 好 這一顆的抽獎辦法也要再配尾 大家就去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Rapper Yo 我是個Rapper 好啦 那我們這次就抽獎 就抽這顆K88小海螺送給大家 嗯 那這一顆的抽獎辦法也要再配尾 大家就去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